诺曼征服 游泳高手可以游过去 船只更不用说了 所以英国和法国自古以来 人民就有紧密的联系 公元十世纪 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王国分裂成许多公国 其中最强大的是西部的诺曼底公国 1066年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诺曼底公爵威廉 趁英吉利国王内讧渡海进攻 打败了英国 不久进入伦敦 加冕为英吉利国王 这件事历史上称为诺曼征服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时 英国也遭受了蛮族入侵 建立了七个昂格鲁萨克逊人的小国 约公元九世纪 丹麦人入侵英国 这时 威赛克斯国的阿尔弗雷德大王奋起抗争 捍卫了民族独立 1042年 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后代 爱德华继承了英国王位 1066年 爱德华死了 他妻子的兄弟哈罗德被推举为王 这样的王位安排 引起了海峡对岸的诺曼底公爵的不满 诺曼底公爵威廉是个私生子 因而时常遭到别人的冷言 这使得他的性格变得刚毅而冷酷 他16岁时 已熟练地掌握了格斗的技巧 并不止一次地躲过了暗杀 靠着他的铁腕统治 诺曼底公国成了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他对海峡对岸 附属的英国既予已久 早就想把他弄到手 还在两年以前 威廉对哈罗德就有过救命之恩 当时 哈罗德在法国游玩时遭人绑架 是威廉把他救了出来 为了感谢威廉的救命之恩 哈罗德曾对天发誓 我 哈罗德发誓 当我王爱德华百年之后 我将运用我在英国的权利和影响 使威廉 我亲爱的兄弟 成为英格兰国王 可是 当英王爱德华去世后 哈罗德却忘了以前的誓言 自己加冕称王 这使得等候继承权的威廉怒不可 威廉决心征服英吉利 把刀剑指向毁士的人 威廉为这次渡海远征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在诺曼底大肆招兵买马 徐诺在征服英国后 将赏赐手下大量的土地和黄金 整个1066年春天和夏天 他都在制造船只 筹集军需品 到了八月 威廉已经万事俱备 七百艘帆船沿海岸一字排开 七千名士兵整装待发 只等海上风顺便可出兵 然而 偏偏事与愿违 威廉需要南风将他的大军送过海峡 此时正是夏末秋初时分 海峡中总是东北风净吹 浪高涌大 单凭人力滑奖驾船 绝对无法到达对岸 威廉大军只好眼睁睁坐以待风 一等便是整整六个亲戚 可是 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 就在威廉交集的等待南风到来之时 在英国却发生了另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 原来 挪威国王哈德拉德也想当英国国王 九月中旬 哈德拉德率大军在英国北部登陆 一路烧杀抢掠 直向英国中部约克郡杀来 英王哈罗德立即率军北上迎敌 两军在约克郡的斯坦福桥遭遇 经过激战 挪威国王被杀 哈罗德 大获全胜 就在哈罗德获胜两天之后 英吉利海峡的风向转变了 刮起了强劲的南风 九月二十八日 威廉率领大军起航 乘着大风顺利的渡过海峡 在对岸登陆 威廉刚刚踏上泥泞的英吉利海滩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众将以为是不祥征兆 其料威廉哈哈大笑 此为吉兆 你们看 我的双手已经抱住了英格兰 威廉站起后环顾四周 却是静悄悄 杳无人计 他心里疑惑 不知英国人摆的什么阵 很快探子来报 伦敦以南并无英军 所有军队都随哈罗德北上 与挪威人打仗去了 威廉听了长嘘了一口气 伸手向天 感谢上帝的安排 此时 哈罗德正在约克郡庆祝胜利 一匹快马自南方飞奔而来 骑手下马后气喘吁吁的向他报告 那私生子登陆了 哈罗德文讯大惊失色 他立即命令疲惫不堪的部队 立即开拔向伦敦急行军 10月14日 威廉与哈罗德在哈斯丁摆开阵势 威廉的七千大军沿着山脚排开 兵分三路 左翼右翼以及威廉亲自指挥的中军 哈罗德的英军部署在对面的山坡上 一万余人排成几个密集方阵 方阵最外一层的士兵身穿锁子奖 人人手擎一块大盾牌 快快盾牌紧密相连 组成刀枪不入的铜墙铁壁 将方阵内的士兵遮护得严严实实 最里层的一个方阵当中 高高飘扬着金线之旧的英国王旗 王旗下 哈罗德插腰杖剑 威风十足 战斗开始了 威廉先命功努手 向英军放箭 只见万箭齐发 冰雹般射向敌阵 不料 碰在英军的盾牌墙上 却纷纷折断落地 英军毫发无伤 威廉又命重装步兵 发起冲击 无奈方阵里的英军突然刺出长矛 许多重装步兵的铠甲被刺穿 负伤的不在少数 威廉见步兵进攻不能取胜 急命骑兵上阵 这骑兵可是诺曼人的制胜法宝 而英军并无骑兵 上阵全靠步兵作战 不计相遇 威廉的骑兵风驰电撤 让人猝不及防 再说 人在马上 占尽高度优势 那边哈罗德远远地见骑兵奔来 即令各方阵靠紧 密集队形 盾牌手们 地绑相挽 盾牌如瓦片般相别 密不透风 诺曼骑兵再厉害 撞在这盾牌墙上 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而盾牌后的英国兵 趁机扔出手斧和镖枪 杀死了不少诺曼骑兵 眼看太阳偏西 威廉久攻不下 不免心机火了 只见他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他重新布置阵势 弓箭手后撤 所有骑兵集中中路 重装步兵 调亡两翼 当好骑一战 全体骑兵一起冲上山坡 刚到方阵前面 又是一阵呐喊 全体诺曼骑兵 调头后撤 哈罗德以为敌人 已溃不成军 遂下令英军下山追击 哪知 这是威廉的扬拜战术 见敌人果然重计 追下山坡 方阵散乱 威廉又命骑兵回马 稳住阵脚 两翼重装步兵 一起掩杀过来 可怜英军顺坡而下 收脚不住 前面的撞在骑兵枪剑之上 当场逼命 两边的被重装步兵 砍杀死伤无数 哈罗德经得木顿口袋 即令剩余部队重新集结 万余兵马只剩下三四千人 哈罗德将剩余部队集中到山顶 以他为核心围成一圈 周围仍然是坚固的盾牌墙 此刻夜幕降临 威廉见英军围成一个圆圈 顿时又生一计 他命弓箭手后撤一百步 然后斜斜的向高处射箭 这样 他们的箭越过盾牌墙 落到了方阵内英军的头上 几成一团的英军躲无法躲 藏无处藏 众箭者无数 这时 突然一支飞箭 自天而降 恰好刺入哈罗德右眼窝 他来不及哼一声 便扑倒在地 弃绝身亡 国王一死 英军将士四散溃逃 诺曼底公爵威廉 终于征服了英国 1066年12月25日 他称战胜之余威 登基成为英国国王 称威廉一世 又称征服者威廉 同时兼任诺曼底公爵 他建立的王朝被称为诺曼王朝 威廉没收了英格兰人的土地 重新分封给诺曼的贵族和功臣 在英国实行了封建制 从此 英国历史 揭开了新的一页